日月登明佛 两万尊佛 同一个名口 相及出世 这尊佛如灭了 下面一尊佛出世了 也叫日月登明 而且都市将法华金 六十小节就好像一刹那 一世情 天津的人 没有疲倦的 没有懈怠的 也就是以法为为实 法习冲满 取这个意思 下面以禅定为实质 为诸大菩萨 常在三昧 无他设意 诸大菩萨需不需要 饮食不需要 他在禅定当中 禅定 诸位同学 一定要知道 不是说 一定是在禅堂里面 打坐叫禅定 你在家里打坐 叫修禅定 不是的 那个盘腿面壁 是禅定的初级 初级版 还不能起作用的 禅定得到了 真正得到禅定的 行住作物都在定中 怎么说呢 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都断掉了 就叫修禅定 禅诸是翻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 叫净律 所以把它翻成禅定 禅是翻语 定是中国词 它有定的意思 定就是心 专注在意上 执行一出 这叫定 它定里面有关 不是死定 它起作用 它能办事 如果盘腿面壁 也就不能办事 阿罗汉的陈地 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 普洛门女 母亲过世了 遇到一尊 阿罗汉 他供养她 阿罗汉问 凡是接受供养 都要问问 在主 有没有什么事情 要求的 普洛门女 告诉她 她母亲在地狱 所以 必须入定 才能办事 不入定 不能办事 菩萨的定 比阿罗汉高 菩萨 不必入定 就能办事 你问她 她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 她在定中 行住作物 都在定中 心都不会散乱 日常生活 是在定中 工作 也在定中 厨师 带人 借物 都在定中 那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菩萨定定 所以菩萨 不需要入定 她常在定中 大臣的修学 跟小臣不一样 小臣要入定 大臣 自然都在定中 她是在生活当中 去入定 在顺今 善云 不贪 不迟 这就是有定 凡夫没有定 顺境善云 其贪爱 这就没有定 啊 逆经沃云 没有成会 她在定中 所以华严经 欲向 长者 是修禅定 她在哪里修呢 在市场 古人讲的市场 就是现在所说的 薄货公司 最热闹的地方 她逛薄货公司 干什么 修禅定 那是她的产堂 啊 光旺薄货公司 看得清清楚楚 是灰 啊 这新的产品 他们又一样不知道 看了怎么样 没有放在心上 这就叫定 如如如如不动啊 这叫禅定啊 这真有功夫啊 啊 经得起诱惑 啊 那是真的禅定啊 盘腿面壁这个定啊 不行啊 薄货公司逛一趟 说定就没有了 啊 经不起诱惑 大臣的禅定 经得起 什么样的诱惑 如如不动 她知道什么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外面境界是虚妄 里面身心是虚妄 一切发不可得 她在定中 啊 这个境界高了 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念佛人是大臣 啊 念佛人修不修禅定 修 这一句佛号就是禅定 啊 也能够把做薄货公司当做道场 你在那里念佛 一身一身的佛号没有间断 你什么都看见 什么也不动心 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 定在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佛号当中 这是不可思议的阵地 啊 就是世尊 在大极经上所说的 支持名号 那是甚深的神妙战 啊 我们一般人不知道啊 啊 念佛怕人干扰 定功不够啊 定功要够的话 不怕 你干扰 我不接受啊 我不受你的干扰 啊 我一句佛号念到底 啊 你干扰不到 啊 你嫌我念佛 你讨厌 我心里头摸你 我不出身 啊 能横顺众生 功夫又不间断 这法门妙啊 世尊说这个法门是身妙禅 有道理 不是随便说的 真的是身妙禅啊 我先说这法门是身妙禅啊 我先说这法门是身妙禅啊 什么事啊 我先说这法门是身妙禅啊 我先说这法门是身妙禅啊